这是黄四子弘历的首次登场,彼时的弘历还只是贝勒而已,但言谈举止,已然具备帝王气象。 李德权的面前,雍正皇帝的面前,弘历和弘石有了较为直接的对比,输高输低,谁能最终成为大清王朝的掌舵者,我们已经能够预见。 雍正皇帝病了,诸位皇子尤其是有心竞争皇位继承人的黄三子弘石和黄四子弘历更是必须前往问安。 诞生于皇家,向来都是先君臣后父子,就算是亲儿子见亲爹,也绝不是说见就能见。 原本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通报,原本李德权是一个立因尊重的老者,别管怎么说,就算李德权是一个奴才,但这个奴才毕竟跟过两代帝王,而且身处如此险要的位置, 红十就只需要跪下等着,然后拜托李德权于合适的时候给出合适的通报就行了。 奈何,红十偏偏耍起了小聪明,而且直接挑战了李德权的忍耐底线。 我知道,跪等就跪等,我问一下,这块砖别是客户想投的吧? 爷,您这是…… 李德权真就不知道红十的意思? 当然不是,李德权就只是纳闷,或许有点奇怪,你真就敢挑战我? 虽然我是奴才,但我尽在狱前,甚至一言就能影响雍正皇帝对你的看法乃至决定,你可千万想好了再说。 但红十哪会考虑这些,口无遮拦,甚至直接戳破了功力不成文的规矩,甚至直接毁了李德权的生财之道。 别跟我玩这花花套,就你老公这套把戏,只能哄外头那些昏头压关,以为我不知道,这地下金砖你们全都敲遍了,给你们塞钱的,你把它带到地上有空声的砖前,没给你们塞钱的,就把它们带到地底下田石乐的砖头跟前,那头磕破了也磕不出声啊,别以为我不知道。 正所谓,断我财路如同杀我父母,红十就这样戳穿了任何人都不敢戳穿的窗户纸,李德权的面子往哪搁,就算李德权于红十面前压根就没什么面子,但李德权真就能咽下这口气,然后若无其事地对待黄三子红十。 有些事你知道就行,何必说出来呢?有些事你知道就行,绝对不能说出来。 领导的身边人哪能轻易得罪,就算你是领导的儿子,但只要你还有竞争对手,只要你还要维护自己与领导心中的形象和地位,这个身边人就一定不能轻易招惹。 那么,李德权到底生气了没有?表面上李德权当然不能生气,毕竟有着主子和奴才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来听听李德权的回应。 奴才说句放肆的话,您就当我是放个屁,要是别人,我敢领他去磕那不想的砖,您来了,奴才哪敢呢?再说,您平日对奴才有那么好,奴才想孝敬您还来不及呢?您说是不是? 先强调了不敢,再说明了不会,偏就没有直接反驳红时的说法,更没有关于这条生财之道的任何解释。 李德权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满是挑衅,满是提醒,我就这么干了,你能怎么着吧?如果你真想和我较真,我会想尽办法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李德权话音刚落,黄四字红利来了,我们再看红利和李德权的对话。 然后,红利再无多余的话,直接就跪在了红时的身边,谨遵圣命并给予李德权充分的尊重。 红利较之红时的表现具体好在哪里? 面对李德权,不得罪,不巴结,不靠拢,不远离,该有的尊重我给你,该有的敬畏你必须要有,该说的话一句不少,不该说的话一句不多。 本就有着主子和奴才的区别,那就摆好了主子的架势,尽可能让李德权配合自己,而不是主动丢掉主动权,留给李德权拿捏的机会。 然后,李德权的报复就来了,甚至连等都不用等。 宝贝勒,皇上叫您进去呢。 不,是叫四弟进去,还是叫我们都进去? 你没跟皇上说,我一早就过来请安了。 说了,皇上说只叫宝贝勒,没听说叫您呢,您哪,就先委屈一会儿吧。 雍正皇帝真就如此厚此薄彼,或者雍正皇帝真就没让两位皇子一块儿进去,再或者李德权压根就没提红石来的事。 来到狱前,我们再看李德权如何汇报。 皇上,弘历看您来了。 听懂了没有,人家压根就没汇报,谁都没提,全凭自己的喜好向雍正皇帝汇报。 弘历来问安,雍正皇帝当然不会不见,李德权就是抓住了雍正皇帝的这个特点和习惯,开启了一次看似冒险,实则非常有把握的操作。 所以,为什么不能得罪领导的身边人? 他或许不能助你成事,但如果想回你,轻而易举,或者你连领导的面都见不上,你还能办成什么事? 红石和弘历的故事告诉我们,就算你不想巴结领导的身边人,但最起码也不能得罪领导的身边人,这是底线,一定要遵守。 然后,便是雍正皇帝和弘历的经典对话,是父子,是君臣,更是领导和下属,弘历将再次上演一出经典的汇报艺术。 华阿玛,身体好些了吗? 别管你有什么问题,更别管你的事情急不急,最起码的礼数一定要做到,先讨论工作,再关心身体,就只允许领导这么做,下属绝对不允许,甚至一次就能将你打入死牢,再无翻身的机会。 对于弘历而言,对于以孝质天下的大清王朝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有了这句问话,弘历就没白白跪在外面等候,然后再进行工作的讨论,才能让自己的整体形象更加立体,更加深入雍正皇帝的内心。 朕叫你去安抚那些官员,你做得怎么样了啊? 回皇阿玛,儿臣分别找到了他们清流的几个领袖,同他们谈得很透彻,他们都表示,要以朝廷大局为重,不会再跟宁耕瑶过不去了。 如此回答本就没什么问题,说明了解决的办法,汇报了解决的结果,但按照工作汇报的基本规矩,有了功劳,就要想尽办法向领导身上推。 那么,弘历的这个回答就稍微欠点火候,别担心,别着急,弘历的话还没说完,人家还有更为精明的追加。 对了,这次,新科的几个近视很通情搭理,尤其是那个刘莫林很会说话,着实帮儿臣做了些工作。 前面一句我们暂时搁置,先看弘历提到的典型人物,刘莫林。 刘莫林是谁? 雍正皇帝亲自啄疤,专门从落地学子中清点的碳花。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雍正皇帝最为名正言顺的天子门生,相当程度上代表了雍正皇帝的识人之名。 那么,刘莫林很会说话,而且帮着弘历做了很多工作,根本原因何在? 当然是雍正皇帝慧眼识英才,当然是雍正皇帝最识英明。 那么,我们再回到第一句,弘历为何没有直接点名刘莫林,非要绕一个弯,非要先抢掉新科的几个近视,很通情达理。 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消除可能会有的缝银痕迹,让马屁像春风一般,悄无声息地吹响雍正皇帝。 我们再看雍正皇帝的反应,虽然没有明确的回应,但嘴脸的笑已经足能说明问题。 你能理解,朕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儿臣能养体滑满的苦心。 西北虽然暂时平定了,可是罗布桑丹增和阿拉布坦还在,几十年击下的隐患并未消除。 目前也只有年庚瑶能够镇住西北的局势。 再说,年庚瑶毕竟是皇阿玛一手培养的人才,如果这一次有所谨悟,身自迁移,还是能够担当我大清的重任的。 弘历到底是雍正皇帝亲自选中的天之骄子,小小年纪便能将语言艺术发挥到如此程度,实属难得。 为什么要保全年庚瑶?弘历就只给了两个原因说明,但这两个原因的强调顺序却有着诸多讲究。 保全年庚瑶当然是顾全雍正皇帝的体面和圣德,但你不能直接这么强调,否则便有刻意逢迎的嫌疑。 但你如果没有首先替领导考虑,你又有着不懂事的意思,所以你必须找一个能够两全的解决办法。 弘历的回答就是标准答案,先将集体利益放在前面,先将大清设计放在前面,然后再强调年庚瑶乃惜雍正皇帝一手调教,一定要保,必须要保。 如此这般,大局意识坚固了,领导体面坚固了,雍正皇帝自然高兴。 所以,雍正皇帝给出了这般欣慰的回答。 所以,谁说语言艺术就是文化这糟粕,谁说不会说话,压根就耽误不了什么。 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意思,你说和别人说就是两个效果,你就不能承认存在差距,你就绝对不能放弃学习。 所以朱骏,你自己说,你该怎么办?